大家好 欢迎回来《芒向》编辑部《整香煲》之牧事端 今节由我许珊 另外是我们的易得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话说港股方面也算是剩下了一段时间 因为国家方面的政策有好消息 因此股市就上阳也涨得非常之多 也叫做冲过两万点 是的 冲过两万点不太久 接着又冲两万一 接着又再冲两万二 真是挺开心的 不过昨天就回一回 其实涨了这么久 出现回一回都很正常 不过回又回得都颇急 一跌就跌了2100多点 很多人就一颗眼泪 我也不明白 有什么这么惨 现在看到涨了20,000多点 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开心了不少 对不对 所以股市这家 如果它一谈死水 维持着某一个指数 不移动的话 很闷的 还有没有什么机会 找到一口吃 那就搞笑了 看到现在跌了2000点 即是有多了 一天之内 马上 黄圈那里 其实也看到 股市 这个升跌 其实很多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或者有一些都不太熟 这个股票市场 甚至乎我们看到这个 孤独的 伯伯 钟建华 对不起说一句了 他说自己是什么社会工作者 又说什么学者 钟建华博士 以前去香港文言那里 现在就放下年老的妈妈 一条老子去了英国 他说自己不是流亡的 不过 他又出席这么多香港人的集会 又叫了港独 又继续在英国 说完这些说话 我想他也不会再回到香港 也不一定 他自己那时候离开香港的时候 也说有机会回到香港 不过暂时还没见 不要紧 这些伙子 尤其是离散港人的黄色KOL 对于股市 说到微飞飞舞 我觉得很有趣 我们之前在节目也提过 那个市场不移动 或者不断向下沉 然后又说到 港股就一文不值了 迟早就只剩12000点了 没有啊 也没有跌过12000点那么厉害 什么一文不值 现在就全都回来了 现在市场又旺了 你看每天的成交额多厉害 之前真是 又真是 立了一点 等了很久了 大家都 我想收下那个人 很搞笑的 他们见到市场一升 糟了 那就炒车 立刻找找找找找有什么原因 说中共出手 用这些形式来托市 市场不够了 这样托一托上去 就等你这帮人入市 接着就割韭菜 是不是 神經病 整天就割韭菜 什么叫割韭菜 还有啊 这个股票市场 一买一买 你情我愿 没有人押你 迫你进去的嘛 如果那些 在过去这两个月里面 没有在股票市场做过任何交易的 你是没有损失的 那割什么韭菜才行的 这样计算的话 想当年 大家看这个大时代 丁蟹为何要押下来呢 是不是 难道又说丁蟹被割韭菜吗 不是这样计算的嘛 所以不可以 什么都衰竭了 自己买股票 买完之后跌了 哦 那你接着就说是叫割韭菜 记住一件事 股票跌了 你可以不放的 对吧 没错 是不是 等它升回去 割韭菜就升回了 当是没有割的 是不是 所谓割韭菜是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也说人家割韭菜也有 那些人是傻的 你的资产变 从来这个股票市场都是这样的 如果不是 怎会有一句做大恶的点心 你这群人是不是政治上脑 上脑了 这是神经病的 那好吧 当声事的时候 就不断说割韭菜 割韭菜 天天都说准备割韭菜 然后一看到昨天跌了2000点 又说几多年以来最惨烈的一天 大佬不敢跌一跌 有些人都不知有多寄望去跌 当然了 然后你又说 哦 几快 都说了 都说割韭菜了 对不对 好啊 这天跌了2000点 然后人们又入市 然后又拖一拖上去 然后又再跌 又割韭菜了 喂 这些人是不是前世没买过股票的 蛤 我估计也是 不知股票是什么回事 所以 乱说24 不过有一群人就是 很恨这个中国 或者很恨这个中国政府 总之呢 凡是中国政府做些什么呢 都是以一个负面的角度来看的 是不是 现在这个 钟建华呢 对不起说一句了 这些废佬呢 废佬说什么呢 我看到这个标题我都笑了 读给大家听了好吗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我都笑了 港股如过山车 一般这样大上大落 小市民留港 最后一撤资金 还有得值吗 神经病 你什么傻的 哎呀 有上有落的啦 股票市场 哦 上得急呢 就盖人狗赛啊 就杀了所有人 想得 小就不会杀的 是这样的吗 不是的嘛 这个世界 就算啊 当日那个波幅 平平无奇 都有可能导致有人 输到渣都没有的 白痴 哈哈 亦都有人可以叫 把握到这些的升跌 或者叫做 买定 他的 红症啊 或者买去 例如那些 Warrant那些 买定去跌的那些 喂 那昨天跌了2000点 很开心的啦 是不是呀 那里吐一声就赚了很多啦 从来这个投资市场 都是这样的啦 不过我们先说回一个声明 投资市场可升可跌 买卖的时候 亦都要记住自己的风险 承受到所带来的风险 利益的损失 一切都是靠自己的衡量 我们不是鼓励别人去买 看什么淪头啊 什么牛熊的那些 不是叫人去参与这些 我自己觉得 这些跟赌场那些 没有什么分别的 所以常常有人说 哎呀香港为什么没有赌场 为什么不开过赌场 好像澳门那样 成果就在了 牛熊精 这些就是 或者这些 这些是一样的 牛熊精就等于买大小 对吧 你当牛就是大 红就是小 那你就买其他一边 如果不是这样 吐两千 又跌两千 不是这样的话 那些牛熊那些 我都肥黄骨瘦了 是不是呀 这些什么傻的 是不是呢 当然了 有人赚钱 亦都有人亏钱 这个钟建华 还有什么要说呢 因为他的牙齿不齐 又说话于水溅 什么呀 港股呢 出现这些异度 特区政府 没有好像过往那样 提醒小投资者 量力而入 切勿 盲目蜂拥入市 反而有股评人 大力加持 这些就是由 至极兴的证据了 白痴 够命 所有人都知道的啦 是不是呀 需要特区政府 逐家逐户寄封信给你 告诉你 喂 量力而入 不要盲目入市 什么什么 现在的 股市很波动呀 这些什么 各样都要提呀 要看来要 喂 去完厕所 记得洗手呀 不要这么小呀 没肚痛的 不要这么弱智啦 大佬 不看呢 哦 就由至极兴的证据 喂 股评人 那当然是大大力加持的啦 为什么股评人呀 是啊 市升不就吹啦 市跌的就踩啦 是这样的啦 股评人 你不会听的呀 这些垃圾 喂 例如那些呢 五加一宿呀 现在还有没有在 声台那里说的 五加一宿 五加一宿呀 七减一宿 有没有 不知道呀 没有留意呀 通常这些节目那些呢 或者沈大叔那些呢 那些是节目那些 古评的节目那些 可能有时候插过那些什么 卵后呀 卵王呀 我不认识他的那些 不是 居民呀 沈大叔这次好像赢钱呀 哈哈 那个呢 我们在望向再招呼他 这个好笑呀 我们招呼这个钟建华先 喂 这些弱智呢 你看一看吧 因为为什么呢 那些商台呢 喂 说明商台嘛 他要赚钱的嘛 要不然就吃招了是不是 因此他又会加策了这些 巴黎证券特弱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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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的那些 或者要材创夫 什么什么什么特弱那些 人家要加广告的嘛 不太大力去加持 叫大家去投资 或者是分析给大家听 有X人买吗 你别傻了 接着做好笑呀 目前香港股市出现有形之手托市 喂 股票市场一向都是这样的 是吗 同意 不知道有什么问题啦 你看到美国呀 什么东西呀 什么东西呀 喂 个个都是这样的啦 是不是呀 喂 那些什么 加息减息呀 会令到那个股票市场有升有跌的嘛 就是这些加息减息的那些 资金涌入香港银行开户 升市并非由海外资金流入造成 而是国家队入市造成的结果 呼吁香港市民留意股票市场移动情况 你什么傻的呀 喂 我理得理什么资金流入来 一定要洋人流入来的钱才是香的 对呀 洋人钱就香 中国钱就臭 这帮人就是这样的啦 所以才跑去外国啦 跑去外国就要不停地唱衰香港啦 或者唱衰中国啦 这帮人就是这样 很糟糕地做些事 哎呀 好 好 就拿来最崇拜的祖家英国为例 那时候那个汇丰跌到多少钱呀 是不是30元呀 五万青呀 是呀 跌低 跌到过 28元 对呀 跌低过30元呀 接着那个胡孟青呀 青姐还在节目中哭呀 流眼泪呀 哇 很多阿公阿婆 入了很多这些汇丰那些 哭一件事 那代表什么呀 那时候你不是说英国割九彩吗 是吗 哦 是呀 割些阿婆九彩 割些阿白九彩 喂 用一下脑子啦 这些人 这些真是很好笑的 他们那些汇丰那些你又不出声呀 是不是 现在呢 这些国家底入市呀 还是怎样呀 喂 起码都入一入市 有那个气氛都上回来 可以呀 是吗 是吗 入山 真是呀 是呀 是呀 就是你那些人呢 就是西方那些公司跌市呢 就不说人家西方割九彩 总之呢 中国公司总之股什么都好 他们跌呢 就割着九彩 不是这样的嘛 这个世界 白痴 哎呀 就是这个 你第一天做人吗 你这个中建华都几十岁人的啦 是不是 好像第一天做人那样啊 什么都不会这样的 股市就是这样的 有升就会跌的啦 九彩 如果你拍过九彩就不要买啦 等于这样 有些人看到 哇 哎呀 升了这么多 没有追 哦 跌了2000 那可能看了今天什么环境 对啦 看看 然后再追 对吧 你看看吧 没建议啊 说明啊 马上看到有些 伙子都在说 啊 怎样怎样啊 跟着什么 过了你们什么什么的 因此就 叫大家 留意这些 移动情况 小心呢 是 你留在香港 最后这一笔资金 即你的钱 不明不白地涂空 最后就跟着做 哈哈 你不买就没事啦 对啦 没错啦 你不买的 那就可以啦 对吧 买那些基金 就稳定一点啦 买那些 比较保本的 所谓的基金 看着它慢慢的升 升得慢一点 一样是赚钱的 对不对 你看现在 有些人在那里笑啊 那个强积金啊 每人都会有很多钱啊 现在就赚了啦 白痴 哈哈 是啊 所以变了啦 你们在那里 呱呱吵 又不知道 你会说什么 还是 前世面买过 又不懂啊 又在那里 学人说啊 几十岁都不懂啊 我才觉得 拗头了 你第一次做人啊 从来就是这样玩的 如果你能夹得到 那个升浪的波幅啊 或者那些是升升跌跌的 你能夹得到的 那你就不断地去赚到钱啦 如果呢 升 你又没买 升到顶了 你才去追 接着一追即跌 一跌你又害怕 接着你又放 这就叫做大鹅的点心啦 不是割韭菜 你只可以说大鹅的点心 是不是 不是这样计算的 你自己是宗居而已 所以 如果不是那些 什么卵后 卵皇 还是卵神的那些 人家怎样得来 这么快啊 或者怎样得来 这么多 去赚啊 还是怎样的 所以这些人 完全好像没有看过 简单一点 这些是什么忠建华 说到自己 经常行书店 你看看那些财经的书 以前有很多这些 教你这样的书 教你这样的书 不如这样吧 我们这次暂时 先说到这里 不过他 也有一句是对的 我们就不要 因这个废佬而 废佬所有言 切勿 盲目 蜂蕊入市 真的要看静一点 有没有食力 长远是怎样怎样怎样 你也够不够钱 叫做守一段时间 因为有些人就是这样 一跌 就怕到你 放晒 哎呀 一放而又升 为什么会这样 是的 那些股票是有实力的 那些 就可以叫做等下的 只是等这样 我有个朋友 他拿着那些 中移动的那些 等了整五六年 才有机会松绑 但是你说 要给一段日子的存仓费 不要计算了 很少的 存仓费 你计算 几年的存仓费 都不是很多钱 如果你 等得到的话 说真的 我看过去几年 应该涨了很多 现在应该走得了 是吧 所以没有价值 你要看坎时候 如果觉得 你那只股票 跌了下来的 买了它就觉得虚 你就继续住它 你一天继续住它 一天的韭菜 都不会被人割的 对吧 还会再生的 对不对 其实就是这样的意思 到时候 你自己割回来 让自己做韭菜搞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没错 这次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